尽管全世界都在劝特朗普收手 但狂人总统还是一意孤行 星期五批准解密一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涉嫌滥权监听的机密备忘录 中医院情报委员会随后依据指示 公开这份四页备忘录 质疑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工作中 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授权 监视特朗普竞选时的顾问 佩奇的网络通讯记录 根据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 调查人员如果要监视美国公民 就必须得到法庭特别许可 但这项监视许可 却是由一份带有严重政治偏见的卷宗所发起 而这份关键的卷宗 恰巧是民主党出资赞助 拼用反特朗普的前英国间谍斯蒂尔整理制作的 而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在申请庭令时 隐瞒了民主党资助的事项 这份卷宗也引述斯蒂尔曾向司法部说过的话 指如果特朗普没有当上总统 他会感到非常高兴 再在揭示这份机密文件已经被政治化 足以构成刑事罪 当事人特朗普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时就怒斥 这是一项极度耻辱的事 在这份备忘录公布后 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情报界风起云涌 美国司法部长赛森斯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捍卫 表示对同僚有充分信心 他会把从国会收到的所有对情报部门表现 表达关切的信息转达给司法部的恰当部门 早前被解雇的前联邦调查局长 科米则在推特火力全开 炮轰这份不诚实且具有误导性的备忘录 不但损害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还破坏公众对情报部门的信任 质疑公开的意义何在 无论如何如今迷已成吹 民主党人点出这份备忘录 可能会让通俄门调查崩盘 如今外界最关心的 是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 以及通俄门调查特别检察官 勿勒的乌杀是否会随时不保